要复现航空无预警解散 不只是让国人震惊 要让总统蔡英文质疑交通部的敏感度不够 而在事后的善后问题 包含了华航接手航线 行政院跟交通部也是两套说法 就被质疑是不是内部沟通出了状况 更传出蔡英文跟林全因此震怒 贺诚但也有了辞职的念头 不过对此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澄清 他从没听说 院长要到立院做新航装 发言报告吗 院长你对贺诚处理行航是不是不满意 不想想要继续放话吗 复兴航空解散震撼弹 也炸出政府内部联系大洞 传出交通部长贺诚但在处理复兴航空 跟行政院屡屡不同调 被林全蔡英文痛批状况外 包括总统跟院长 都没有指责贺诚部长 也没有提到说贺诚部长 他哪一方面没有做到怎么样 全部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新政院赶紧澄清没有震怒 不过复兴航空突然解散 民航局事前没有掌握 已经让政院被盯得满头包 接着林全拍板 由华航接手复兴航空 除金门澎湖航线外所有航线 交通部局强调 华航只能接手国内两条航线 打脸政院引发不同调质疑 甚至还传出贺诚弹打算请辞 贺诚部长请辞的这个消息事实上没有这种消息 我们也没有这些资讯 那事实上也没有这件事 所以没有这回事 否认贺诚弹走人传闻 不过贺诚弹不懂政治美角 早有潜力 之前国道夜间收费 华航空服员抗议引起荡压 部长到现在上任到现在 其实状况蛮多的 其实本来在国民党在早期 在上任三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点名几个部长是名义最不满 也最不适人 包括国防部的部长 包括交通部的贺诚部长 都是点名在列的其中的名单 我觉得现阶段是要把事情处理好 而不是谁下台与不下台 眼看春节即将到来 国内外运输火烧屁股 战院期待华航 12月1号就赶紧接手 要让运输接轨尽早解决 降低复兴航空烂摊子冲击 欢迎新闻林介乡赖尾 凡黄运辰台北报导